你看看共产党最大的问题是方向错误 对世界的认知错误 你才能出现金灿荣、狄东升、张肇忠、李毅、司马南和海外欺民贼 还有这些大外宪 从他们上你可以溃点共产党人对世界的整个的方向性错误 他以为他们搞定了就能把川普给灭了 那些人就是招之地 然后我拿下拜登我就能拿下美国 我就能控制世界 绝对不是 美国的招之地可以让你玩到这个程度 他都不得看你的 就现在川普总统跟拜登说他都看都不会看你的 因为他有最终角色权 甚至他有任何时间可以改变你这个结果的权利 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实力 你如果你在家上有信仰的话 你就是天下的真理了 这些人是有能力改变你一切的 他们真的在乎的是什么 科技 自虚 特别是全世界的金融秩序 所以美元 你觉得你连想都别想 谁想挑战美元 你必然被消灭 他们有这个能力 不管谁 邓小平太聪明了 千万不要挑战美国的政治地位 国际大国地位 不要挑战美元 更不要跟美国抢饭吃 不要跟美国说不 中国人只有跟美国好 你才有安全有未来 这一点上已经是绝对的 百分之一万的 中美贸易的争端 严格讲 这些昭泽地没有出手 这些昭泽地要出手了 一定是 这共产党早就完了 据我所了解的 昭泽地的力量 真的一度时间幻想 他们认为八九六四之后 让中国共产党富裕起来 国家稳定起来 有了钱的人 例如像马云李彦宏啊 马化腾啊 还有马明哲这些人 会逐渐改变中共的 这种独裁形式 会逐渐的在中国推行民主自由 我曾经听他们说过 说我们在中国扶持这一批人 包括真正的下决定 让中国企业在美国不受审查 他们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什么时候让他们感觉真正危险的战友们 香港828以后 记得我当时我说过吗 香港是打开共产党灭亡第一道大门 他们就希望 这时候希望川普赢了 让他们再次感到危机的威胁的 是当时福奇跟川普闹分裂 感觉到美国这个病毒的事情 这个世界的病毒没那么简单了 他们知道咋回事也非常清楚 然后叫他们深刻的最近感受到的威胁 就是这次在美国操纵大选 他们真的是傻眼了 听说昭泽地的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慌 美国的西方的法官 是绝对昭泽地的 绝对是要控制的 司法系统 现在他们真正的感受到 西方的司法系统 还有西方的特别在梵蒂冈的事情上 他感觉这个宗教整个地方 他们是很在乎的 昭泽地是所有的通信往来 他们的地盘是暗网 宗教系统 人家就不给你的什么社会系统玩 他发现共产党对这个宗教系统是大的威胁 病毒这件事情 让共产党成为了昭泽地和世界上的 所有有能力的想消灭的对象 所以说人道啊 道德啊 其他的秩序 他根本不考虑 他们下一步在全球推特就是虚拟货币 他要把虚拟货币主导权在他手里 不能在你Facebook手里 所以他们一定把你Facebook跟你揭提了 所有的谁的虚拟货币上来 一定是他说了算 你必须跟他合作 当然了 既抗影必须跟他们合作 既到了也会跟他们合作 也就是分立嘛 咱首先拜码头嘛 交租嘛 交安保费嘛 愿意加入这系统嘛 咱没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挑战人家去 咱也可绝对没这能力啊 这些大科技企业的背后和大药厂 这些背后都跟这有关系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现在有了天赐的机会 我们是能跟他们对话的 不能说平等吧 我们要干的事跟他们没冲突 没矛盾 对他们没威胁 然后迅速的过渡到了一个 我们是他们目前唯一的选择 谁能代表中国人 形象 能力 年龄 智慧 经历 信仰 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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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